本地新增冠病确诊率6423起,当中302起聚合酶炼检测呈阳,其他的6,121起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低风险病例,再有4个人因为冠病逝世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,目前有668个冠病病患住院,83个人需要输养,18个人在加护病房,每周病例增减率为1.09 新增确诊率中6200起是本土病例,输入型病例223起,目前本地累计病例1529410起